松山文创园区101年开始举办学员祭壁展活动 十年来吸引近200万设计业界到松烟挖掘明日之心 也有94所学校超过500档的设计 时尚都市与景观建筑设计及大众传播主题展览参与 今年学员祭则是由50所学校共同策划为其6周的主题展 精彩作品轮番登场 其实每一年学员祭都是产业界来这里找创意跟找人才的地方 其实我们说学员祭是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档展览 但是其实它是进入市场的第一档作品的展览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松烟搭的是那个平台 那像这次除了说我们有邀请产业界来担任我们学员祭的一个叫做顾问团 之外呢 这次其实很多的业界一起来参与 比如说像新传媒 然后像赫斯特 还有像Vogue 这些媒体为什么愿意支持 当然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么多的创意跟人才 那同时呢 还有像AIT的AIC 美国创新中心 也非常的重视创新跟新创 那所以这次也大力的支持松山文创学员祭 那也特别邀请大家所谓的梦幻中的大师 也在这边策办了六场次的活动 那也非常精彩 总共有国内94所大学 大概占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大学了吧 94所大学 127个校系 更重要的是有500个以上的毕业主题展 十年在这边所有包括学生啊 老师啊 业界啊 到这里来超过200万人次 学员祭承载着许多学生的创作能量 提供平台让他们实现梦想 每和产业界 复制国内稳创品牌找到人才 也让民众欣赏到来自各大学校学生的设计元素 盛大举办精彩可齐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